當草坪上只有一個地刺時 一個撐桿殭屍跑了過去 當我們在一個位置 連續放置100個地刺 撐桿殭屍會被100個地刺秒殺 當我們在地刺上 放置一個堅果牆後 撐桿殭屍就能跳過100個地刺 跳跳殭屍有概率在攻擊間隔中 跳過100個地刺 來自水池的海豚騎士殭屍 也能安全跳過100個地刺 特別提示 在草坪地刺 能攻擊海豚騎士殭屍 那把100個地刺 換成100個地刺王 橙杆殭屍 跳跳殭屍 海豚騎士殭屍 它們能否跳過100個地刺王 第一個登場的是 橙杆殭屍 橙杆殭屍成功跳過100個地刺王 第二個登場的是 跳跳殭屍 只有一個跳跳殭屍 跳過100個地刺王 第三個登場的是 海豚騎士殭屍 海豚騎士成功跳過100個地刺王 有料並無優勝地 海豚騎士殭屍 海豚騎士風